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是金孔雀在马拉维开的建材市场 这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建材市场 这个专修材料没有看见比较大 之前没有这样比较成规模的 对 而且都是中国来的 我们之前不是在路边也看到一些小型的当地人的家具店吗 然后整个像这样好像大规模的是没有听说有的 这应该是第一家 我们可以大概看看 然后东西是挺大的 然后因为根据国情嘛 马拉维也不是说特别富裕的地方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贫穷的 所以它东西的 就比较大众化的那种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刚看了一下 那个床你刚刚看是多少钱啊 20多万 我们之前问过当地人做的那个床嘛 他们是多少钱 也是几千块 也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你得对一下那个这个不能忘记 嗯 但是这个其实价格还好了 然后相对来讲做工我觉得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当地人做的还是能精致一些做的 这床多少钱 24万2千 然后这边是一些简单的家具 嗯 往前面走呢 会有一些办公用的那些东西 比较 其实和国内的普通的那种家具市场还是比较近似的 然后东西应该都是来自中国 反正我觉得也能看出来就是中国风格 你看那边包装上面也都是中文字 这个 然后除了这种普通的就是家庭用的家具以外 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工程用的一些设备 哦 因为我们进来拍的时候有询问过就是他们 他们说得到他们允许 然后我们在那边开始拍摄 但是因为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别人的商业机密 我们就不讲解的那么细致了 就大概给大家看看有些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这种油漆 这个油漆应该是之前我们去认识的那个 中国人开的油漆厂做的那个油漆有点像是 你看是不是 是吧 就是有中国人在这边投那个工厂 然后生产油漆 因为其实马拉维这个国家呢 没有什么工厂的 它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依赖进口 大大小小的东西都依赖进口 你到这边如果想盖一个房子 搭一个建筑 就像我们了解的 像中国人在这边 无论他是做什么样的工厂 他从那些材料 他就从中国发货轨过来 以包括我说他继续生产的那些做油漆要用到的原材料 然后呢做拖鞋的鞋厂要用到的原材料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从中国进过来的 这边有沙发 那边 梳妆台 什么的 过去看一下 这样一套的价格 四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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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太阳能的吧 一千块钱吧 这个大概是一千块钱的价格 相对来说东西不会是特别特别像国内那样齐全 因为你到非洲国家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物质会贫瘠一点的 然后这个是这些太阳能的 这边因为太阳真的是那个资源是不缺了 他们现在不是也有那个电板是吧 包括我们用那个小手电筒 不是经常停电用个小手电筒吗 它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太阳能的那个西光板 是吧 这个价格在哪 这一个 这一个的价格是 四四四万七千五百 四四万七千五百 四四万七千五百就是 四千多 四千多 一万一万块 一万一千五等于一百人民币吗 不知道我算错了没有 不知道我算错了没有 那边也是一些建材的东西 人家都钢管了 那些什么水管啊之类的那些管子 然后这边还有些帐篷 它就是既有一些就是建材 你可能 盖房子的那个基础工程要用到的东西 也有一些装修需要用的 不过人不是很多 然后因为现在外面也下雨吧 反正我们看到的人不是很多 它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中国超市 之前我们也有给大家拍过看一下 好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收工领盒饭 今天这今天这餐和饭划算 他要拍照 好吧 你是要我干嘛 我跟着做 但人家在上班哎 你要我干嘛 人家在上班呢 走了 哦他要盖洋房别墅 A B C D 三种房型 A 独栋别墅 B 独栋别墅 C 独栋别墅 D 年牌别墅 所以大家也 解释 euch ai hai hai 东西了 上班 乘工程 真的一要不际 9 7 2 这 succeeded 这是有结束 module 中间,Human,Bastard,IQ 哪位蓝湾别说小区 这就是建小区吧还是 规划设计 总共几套 123456 1234567 1727374757 不是的 不是1727373737 它一共有四种房型 独动的有三种,黏牌的有一种 独动的居多,黏牌的少 黏牌的只有八套 还有中央监控 就是开始了,房地产业开始了 如果是你ABC,你喜欢哪个 可A可B 可A可B 哦,你喜欢有石头的风格的 是吧 好吧 好吧,这里也没个人 我们也问不到小区情况 好了,请咱先走了 可是他们已经开始了 对,代表房地产已经开始了 不让我们过去 不让我们过去 过去了 过去了 大家也没看到这个牌子 啊,我们有 最好的 就是什么 啊 那个,反正就是日本车 在这边销售 日本二手车 他们直接网站挂到这边来了 直接那后面是店街坯 那我们那天在母猪主那边 是有碰到一个苏丹的 苏丹的人 他是说也是搬日本公司 在日本公司上班 他们也是卖二手车 然后他有提到是有说 有非常多的二手车晚站 就有好几个平台在销售二手车 就是 而且是在周边国家 各种辐射扩散 就是说整个非洲基本上就 那手车都是日本的天下 然后就是他们现在不一定 要像我们之前一样去到市场上 就是拿车 可以到网上订一台车 之前也可以啊 就在他的网站上订一台车让给你寄过来 因为你那样你看不到货 你看不到货 你验不到货 是不是 便宜是便宜一些 有点风险 嗯 然后你如果现场买吧 起码 赚肯定那人赚了 但是你起码可以挑一挑 这就差别嘛 不过一般他们网站 他们也会写有没有出事故或者怎样 也有关事 就是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流程 没跑顺就没感觉 定一两步其实开个头就好 二手车 它这个关税 基本上是车价了一倍吧 听那两个人说 二手车 关税 没有没有 他们就是因为睡便宜 所以都缓进这本车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